大家好 今天是2月23号 2021年 早上的9点46分 见证历史 华尔街大洗盘呢 一片红啊 大跌 你看看 QQQ 大跌 标普500 大跌 DIA到穷尸指数 大跌 我的账户一片红 损失9000多了 这个是个人账户 我的IRA account 退休账户 也是损失这么多 损失惨重啊 见证历史吧 这市场啊 就是给我们打嘴巴的 你呢 卖了呢 它继续往上涨 本来这两个账户都是绿的 都是盈利当天 你看我是5块6 然后我这个加仓了 所以呢 价位不断的这个拉高了 因为这个价我是在这儿 这一天 我就在这一天又加了仓 然后在这儿我就没有卖出 你看3块7嘛 我是3块 不是 这个股票 这不吗 在这儿吗 在这儿呢 6块了 我就应该出来不出来 是盈利的 还想摊 摊到8块5 哪有那个价钱 一下子直接上去的呢 在这儿就应该出来 没出来呀 所以毁急了 我这个账号都到过4万多呀 这个账号啊 我这个Ross 退休账号 我的价位这个低呀 才5块1毛7 这挣了1块钱了 还不出来 6块1毛9 你说贪不贪呢 那天的涨势非常凶猛 并且呢 盘钱就特别高 盘钱就高于这个了 那盘钱的价钱没有 以为他就直接着 非常猛的冲上去 在这儿就应该获利了结 结果现在大赔 那这个退休账号 都赔了7千多了 7千7百 你说毁不毁 挣钱为什么 挣1千 4千股啊 我挣4千块钱 为什么不出来 你说是不是 毁不毁 这个呢也挣钱 你说挣了5毛钱 4 5 2千块钱 出来也行啊 现在赔了9千 你说毁大了 毁大了 人不能太贪心 都要你挣了一块钱 就应该出场 你说是不是 揣到兜里的钱 永远是你的钱 但是 总是市场给你打嘴巴 为什么呢 你一卖 哗哗哗又往上涨 然后就漏了 所以说呀 这个市场 不断的在教训你 但是记住一条 揣进腰包里的钱 永远是你的钱 你在这儿就是浮亏 你说市场是不是 总在教训你 总在教训你 哎呀 等着吧 怎么办啊 不能平仓 如果一平了 它又涨上去了 就是这样 现在已经跌了 很低了 所以呢 就是持有吧 限低在这个 再加点仓 当它回头的时候 现在 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回头 所以还要 继续观察吧 这个 还是半仓 还有很多子弹 还有很多子弹 白英胞 还有两万五呢 不着急 好的 再 晚些时候 再和你们汇报 这个大盘呢 跌成这样 今天呢 在这儿就起稳住了 这个是 这个是DIA 然后呢 DIA已经走到这个直升了 是吧 这是第一个支撑位 原来它的主力 前一个高 这是标普 标普500的 也穿过了前一个高点 像第二个高点 是吧 前高在这儿 穿过了 昨天穿过 昨天没有 昨天是顶在这儿了 今天呢 穿过第二个 已经穿过第二个高位 已经到这儿了 但是这个死差 已经形成 这个 慢慢拐头向上 还是继续向下砸 不清楚了 再看一下 两分钟的图 今天到这儿 上去 然后又下来 又上去 又下了一下 在这儿 能不能支撑住 就是这个QQQ 这个是标普 SGY 指数 慢 很慢 对不起 比较慢 我还是这个不要图的 他才能给这个图增加 然后是BIA 是这样的情况 这是 到重施指数 BIA 慢 好慢 然后我今天呢 就进了这几只股票 BIA也是这个情况 再继续这样子 再看一个比 是不是能穿过这个 穿过这个 有个好 嗯 看一下 15分钟图 我今天进了这几个 一直在我的 棍场 之内 这个是两块四毛二斤的 这个涨幅比较好 最初的话 这个涨得好 涨到过16% 这个涨过到14% 所以呢 希望今天 就是已经触及股位 这是 到穷史 又 太一次低 但今天的最低点 是在这 所以呢 能能其稳 明天上调 上涨 还是这一天 在这 今天是星期二 中国的 这个新年结束 应该在26号 元宵佳节嘛 还是这几天市场 还需要中国的资金 大推入场 还是 在三月份嘛 因为 三月一号 才是星期一 27 28 是周六 或周五 所以呢 大家可以再观察 两天 是否再继续 看比 我是感觉呀 三月份应该 涨一波 再涨这一波 如果愿意 四月份低呢 我估计四月份 还是涨的时候 因为 每年四月份 都是大家 报税的时候 所以有好多机构 在这 就十分活跃 四月 这是 去年了 咱不说去年 因为有特殊情况 是灾害 看一下 2019年的 四月份怎么样 这是六月份 四月25号 是最高点 因为那个时候 报税结束了 所以我觉得 这是三月份吧 三月八号 三月 这是二月25号 走到最高点 但是今年 它提前开始了 那么这个 低点走过 爬到这 到二十五号 左右 四月二十五号 左右 大家应该就是 该清长的清长 该减仓的减仓 因为大家报完税 股市 估计要有一个回调 这是2019年的情况 所以呢 大家要 因为历史总在重写 我们不妨就要参考 参考一下历史的价位 好吧 那么我的分析呢 就是这样 今天呢 我进了这几只股票 这个也换成图表吧 这个我换成 五分钟的图 或者十五分钟的图 我进了这几只股票 最初的话的LED 给我的回报最高 百分之十六 我没有出场 然后就是这一只 它给我变成百分之十四 现在是百分之六 然后这一只也是赚了将近两百块钱 它也给我百分之八左右 但现在又在回调 它最高价位你也可以看到 它在这 当时我没有出来 因为我是在建仓 如果有低位我还会再借 我还会再借 今天这个价位就比较低 但是我想开谈之后会怎么样 会不会再低 但是没有 没有低过 tree market 这只呢 ATOS 这只一直在我的视野当中 它曾经走到四块九毛九 所以这个价位还是有可能翻倍的 这个我就不怕 它跌的也挺好 我一直在看它跌 我才有机会进仓 那么这只股票呢 它从八块三下 我一直在盯着它 不对 九块多钱 它最高的价钱在这 九块三毛八 所以它还有翻倍的机会 这个是台湾的公司 是做这种LED灯的 也做一些这个芯片什么的 这个写的吗 LED芯片和LED主件 家庭御用呢 我觉得这个应该比较好 持有它 为什么呢 它是御用商品 大家都需要 没有灯是不可以的 是吧 人们生活当中必需品 我觉得这个挺好 ATOS呢 也据说 因为我打过一个短差了 我在它身上赚到过钱 不信你看 我在它身上赚了挺多钱的 今天电脑太慢 不看 算了 这只股票我也做了一千多块钱 TTOO 所以这只股票我只有 然后我这只股票我加仓了 加了一千股 在三块四毛几 然后我加了 加仓了 以从交 OPTT 三块四毛一我进的 然后现在它不怎么跌 像这些股票一直在跌跌跌 跌一下 只说回调一下 而这只股票没怎么跌 你看 哎呀 电脑好慢呢 好慢 加载失败 加载失败了 然后我就别愤怒了 它这个数据 它这个很为什么 不管怎么说 这几只股票入仓了 入仓了 这呢 你看 它一直在这上评的 所以还是不错 那个 我今天呢 就说这么多吧 那个 希望大家知道 我在做什么 而且呢 我觉得好像是三月份 应该大涨 然后四月末 四月二十几号应该跌 因为大家要报税 好多机构也要报税 它一定要在这里 搞一些钱来报税啊 或者怎么样 所以说每年的这个 每年的这个交易的 情况是这种情况 所以呢 历史总在重演 所以要做好你自己的 观察 研究 分析 好吗 请您点赞 订阅 分享 评论 有好的股票 请和我分享啊 如果你们赚了钱 我也祝贺你们 但是如果你们成了 百万富翁的时候 我一定要 interview你们 我们共同在这里 致富 好吧 那么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Have a nice day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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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